民主進步黨在台南的 世事壞壞的一些 維俄的一些貪毒 類似這一些 還有很多 賴清德說他不跟建商來往 他沒有像柯P這樣跟建商來往 但是呢 他跟黃偉哲的 競選總部用的就是黃龍 也就是台南出現天坑的 那個肇事者黃龍建設的樣品屋 當在選舉 當他用的時候呢 就一直利用建商 然後把建商弄成 好像是最大惡局 然後讓我們的老百姓 對建商呢 非常防感 因為就是你們建商 讓我房子這麼貴 其實 草地皮最厲害是政府 尤其我們台南跟高雄 台南縣綠色執政 從台南縣陳塘山當縣長 到現在直轄市的市長 民進黨30年 台南市超過26年 短期的政治人物 執政4年 執政4年 炒地皮沒那麼容易啊 可是呢 8年16年 地皮炒了 就起來了 所以呢 我們的政府 炒地皮最厲害 結果呢 罵建商 然後我們的老百姓說 建商好可惡 買你的房子這麼貴 然後就支持綠色執政 然後他繼續執政 所以他在用建商的土地房子 用完的時候在罵建商 我們現在是弄得 窮則欲窮 富則欲富 是 金座寒產 什麼叫金座寒產 在台南很多人是不敢批評 現在民主進步黨 因為台南高雄太綠了 所以整個的資源 尤其宣傳的文獻資源 我們講話都被淹滅 所以台北的鄉親以為 我們在收謊 所以他會相信說 南部的這麼支持綠色 那我們這綠色很好 在台南貪污不怕你知道 因為你講 沒人相信啦 今天是說賴清德跟建商 跟那個重電列的政治獻金 他都不收 對不對 對 沒有圖利事實 是嗎 他不收 對 可是郭國文就去 他是我們七股的立委 他去收光電列的政治獻金 然後告我 說我誹謗 結果檢察官去查一查說 你真的收人家的政治獻金 你怎麼還告陳昆和 賴清德說我很好 但是你的新潮流 你的最大的一個部使之一 郭國文 他自己拿重電列者 人家批評他 他也告我 今天一個人當道的時候 激情深添 然後呢 他無所畏懼 連司法法院他不看在眼裡 我在談魚電工的 那個叫做騙人的大笑話 台南市的魚電工是 這是假養殖的真重電 哦 上次講這個話的 所以大家如果認為說 水魚產品不重要 大家以後吃電就可以的話 那就會支持他 當年109年 我在阻擋重電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議會 有一個決議 決議就是說 在台61號以東 找一個20公頃以上的地方 來做魚電工生的一個示範區 這個示範區做好的時候 讓我們台南市議會來看 發現沒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來考慮 別的地方 包括61號以西 要不要讓它重電 考慮喔 不是真的要讓它重電 結果呢 109年現在 現在113年七股重電 重了超過1000公頃 那呢 後面呢 還有2000多公頃 20公頃的示範區 還沒有給我們看 結果沒看已經重了很多 那為什麼20公頃的 對啊 所以根本不用示範區啊 為什麼示範區不敢給我們看 因為呢 不敢做示範區給我們看 因為不是真的養殖 要做示範區 不敢 但是就台南 我自己的大北門區的選區 我很敢講 就是獨立的罪名證 比審慶經的還嚴重 經濟部同意某科技光電 在台南市的北門如竹鍋重電 當時呢 很早就抗議了 最近呢 我們的鄉親抗議 結果呢 地檢署呢 就把我們現場抗議的 五位鄉親 包括一位榮會的總幹事 把他當場逮捕 結果呢 去問到晚上 11點4萬元交榜 他是違反什麼罪啊 因為他說那個強制罪 因為警察取締 因為他們的集會沒有申請 所以認為集會違法 然後呢 他進入到北門的餘溫 因為餘溫在重電 所以他去現場呢 非法進入人家的餘溫 這有沒有搞錯啊 這是我的家鄉 我的土地 我在抗議 結果把我送搶清水 我真的是很 感到很可悲 我真的好像是全國第一件人民 因為呢 老百姓是為了 整個環境的整體的公共利益 我就不知道檢察官的腦袋裝什麼 今天我們的土地是國有 我們台灣的政策是 土地國有政策 然後呢 人民依法取得所有錢 所以呢 土地的最後擁有者是國家 所以老百基於公益進去 竟然用這樣在逮捕 第20公頃要重電 整個的計劃經費20億 銀行貸款8成 也就是呢 20億的工程款 銀行貸款8成 貸多少 16億 做了6500萬一公頃 就有賺了 我們的政府給人家抄貸 你想 工程貸8成 已經很高的工程 可是呢 它竟然工程實質 它不用到6500萬 你准它8000萬 這不是抄貸嗎 抄貸銀行沒有在看嗎 整個的客觀的數據 沒有在評估嗎 地檢署沒有在查嗎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放任 去銀行搬錢 搬完了錢 工程做完之後 分錢分完 我們老百姓還要花20年給他買電 地方有聲音 你找黑道來給你圍事 圍事圍好了 你可以種電了 啊 種完 你錢搬一搬 黑道的分在哪裡 放自己口袋 錢把拿走 今天的黑道說我們的 所以你看 沒有利益 沒有不法利益 你以為黑道會隨便開槍啊 所以今天我們政府 到現在都不厭力辦這一件 而柯文哲這個幾千萬 幾百萬 四千三百萬 四千三百萬 弄成這樣 怎麼不好好的 現在呢 我們單單我們的 大北門區 至少搬走超過呢 一千五百億 那後面 單單我們旗鼓 有三千六百公頃 至少總數會搬掉 三千六百億 然後我們中天現在有 這個天氣很熱 你從台南來 太陽很大 現在有光電 更熱了 KA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膠 這個一條 我們請委員來 請議員來試試看 謝謝 你摸摸看在皮膚上 就可以防曬 因為現在太陽還是很大 感覺怎麼樣 擦起來怎麼樣 很好 哪裡好 感覺上面也不會那種 吸收力很強 它就是一個凝膠狀 跟一般的防曬是那種 味上有的很油膩 對 它可能比較輕膚 所以這樣子一條 是還蠻好用的 在夏天 一個夏天 一個秋天 一個夏跟秋夏 應該就夠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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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